美国三位联邦参议员搭乘美军C1管运输机飞底松机带来疫苗好消息 我愿意说台湾会接受750万疫苗的疫苗 当第一次的疫苗的疫苗 台湾会在第一个群里接受疫苗 因为我们认为您的急需求 看我的衣服 它说爱爱从台湾 所以我现在说 这是爱爱从美国 回到台湾 台湾列为美国捐赠疫苗首批名单 再加上日方援助的124万剂AZ疫苗 以及来自COVID的自购疫苗 总数达到286万剂 疫苗接种前三顺位也将列入长照 而柯P也宣布台北将可免费接种疫苗 让这个可以打更快 所以那个挂号会我们就不处理了 所以在台北市打新冠肺炎疫苗 就是免费了 周六小午4点柯文哲宣布 北市免费指挥中心晚间8点 跟进全民免费施打 蔡总统耿涂凌晨 PO出看似霸气 要大家轮到你就去打 网友开栓管 抄袭版的超前部署 超做一滴就是不买疫苗 重点是疫苗呢 免费接种看得到吃不到 重点不是只有在领配市场而已 而是要有足够的疫苗 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取得多一点的疫苗 以美国跟我们这样的坚持的 这个蒙方关系的话 美国事实上应该要 为了缓解台湾疫苗荒 食药署也证实 辉瑞BNT以及交生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正在进行中 但万事具备不见东风 没有疫苗说的再多 难免沦为空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